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房地部长尼克敏任期内不断宣传的经典口号叫做 露屏灯亮水沟通 厕所干净民安好 那从推出BMW公厕计划被民众冠上厕所部长的称号之后呢 尼克敏今天在吉隆坡出席清洁大马日活动推荐礼时 再有一项新稿作 以往呢我们有JudyJudy Malaysia 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如今有JudyJudy Malaysia 呼吁民众一起来当清洁大使 维护公共清洁照顾国家形象 尼克敏透露 光是要应对公共清洁还有废物管理的问题 政府就需要每年耗费近30亿令吉 根据统计 大马一年生产大约1450万吨的垃圾 如果没有妥善处理的话 不只会威胁公共卫生 还可能影响游客对我国的观感 甚至降低人民的幸福感指数 因此他就呼吁全民可以效仿许多发达国家 比如日本和新加坡 将环保意识融入日常生活 并强调垃圾处理不只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每位公民的义务 为了引尽效尤 确保全民共同迈向干净整洁的目标 尼克敏强调 接下来呢政府还会寄出法案 来惩罚那些喜欢乱丢垃圾的管饭 就像光明封面所写的 穿制服 罚扫街 上TikTok 让垃圾虫变成网红 尼克敏说 一旦地方政府修正法案通过 政府呢会要求违规者 穿上特别定制的橙色制服 在公众面前打扫街道 扫厕所 以及清洁水沟 之后呢 再把这些片段放上社交媒体上 进行免费的宣传 那如果不想丢脸上镜 就请以身作则 照顾好公共卫生 和尼克敏出席同场活动的首相署部长 扎利哈也抛出数据指出 从今年1月到7月 首都吉隆坡一共有417家餐馆 因为卫生问题而被勒令关闭14天 以进行清洁工作 他强调 卫生问题是政府当前的优先事项 尤其是明年就轮到我国 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 到时候会有更多的国外游客 来到马来西亚 因此各方必须要共同努力 维持我国的卫生和市容 那如果发现有餐馆违反规定 当局将会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 包括吊销14业者的营业执照 确保食品场所符合卫生标准